各位 你們好 這段影片講解譚輝智的歌曲 譚輝智這首《多麼感激》 都是寫給他太太 在演唱會上她已經說了 其實這首歌不需要有責任上的東西 但我很欣賞張家成先生 他將一首比較平實的歌編成 因為他是做監製 他編成有起承轉合 也比較高起承轉合的唱法 譚輝智唱出來時 也是用了一些比較高聲的歌曲 讓整首歌沒有那麼沉靜 因為他在演唱會也比較沉靜 但出版本就覺得很滿意 一首那麼沉靜的歌曲 可以做到那麼有喜劇性的東西 也下了不少苦工 好 我們現在事不宜遲 我們開始解釋一下歌詞 由我觀眾的角度去解釋一下 這首歌如果站在譚輝智先生的角度 其實不需要有什麼批判性 因為這首歌純粹很純情地寫給他太太 即是感激他的太太 有多少人在人生中 可以公開感激他的太太 這份誠意和很值得我們讚賞 我這次就不用用黑底去做 因為我在MV裡面用了他的畫面 製作出來 這個畫面在MV裡面是譚輝智 我覺得他的眼睛沒有那麼飄 比較溫柔一點 看著他太太 這就是MV裡面的太太 非常有溫情的感覺 所以我用了他這畫面 好 現在馬上解釋 我觀眾角度會覺得 他有這麼多年紀就會有這種感受 年輕人未必有 即未結婚的人未必有 然後歸家半夜了 還有你 熬人心湯 為我做麵條 其實就是一個人辛苦了整天 如果他出去工作 辛苦了整天 他都是描繪著一個男士出去工作 有一個女士接顧家庭的比較傳統 思想的溫情 即是家庭的溫情 夫妻裡面 即是太太就為他 這麼辛苦回到家 你知道其實一些住家飯 對一個上班的人來說是很重要的 大家知道 吃一多外面的食物都不太觸碰 身體和感覺都不太觸碰 所以一回到家有太太 做好東西去照顧 那樣感覺是很無微不至 和很舒懷 他這兩句就是這樣 接著 吸盼望 事太多 關心太少 即是說他太太在支持他的時候 付出的比他關心的多好多 他關心的太太相對上來說很少 即是有些規限 接著第二段 不懂你像 百般愛我 全無優點 何來者總福氣 這就是呼應上面 就是我關心你 只有你這麼少 就是對你不夠好 但是你不太計較去照顧我 去愛我 就是一種對比 我亦從沒有這般 珍惜自己 你亦從未這般 珍惜自己 即是說 又是呼應上面 他就是說 你照顧我 愛我 是多於我去照顧你 你又不懂得去珍惜自己 就是珍惜自己這麼多 都是一種協議 一個老公對一個老婆的協議對白 是協議 多麼感激 路途常遇見你 當然 一對夫妻就是這樣 結婚就很感激 在路上遇到一個這麼好的人 接著 高山低谷 接著 唯獨你為我撐起 即是說 經歷了很多高高低低的起跌 一對夫妻當然會經歷這些風浪 我過 跌過 通過 被遺棄 即是說 他自己受挫折的時候 他有時都想過不了關 例如 有些人的生活 他很糾結 他過不了關 其實就是這些事情 他自己搞不定 連自己也想放棄 接著 你仍為我付出 牽我手臂 接著 多少辛酸陪伴 隨總有你 這句都是說 在這麼差的環境裡 都是很感謝有你陪我一起 去鼓勵我 一起去撐起那些難關 諸如此類的事情 接著 得到歡呼掌聲 明白到只輸不起你 他這句其實是有些情深款款的 因為譚輝智去唱歌 其實唱歌的時候 他也有些訪問已經說 根本上他去唱歌的時候 你知道家庭會照顧得更少 甚至不知道是否有之餘其他情況 但是他太太太很支持她的唱歌 沒有問題 你去吧 這句代表了他很感激的 很感激過老婆 就算是全世界的掌聲給我也好 其實那個掌聲是應該給老婆的 因為如果沒有老婆 就不會有今時今日的她 這句都是多謝老婆 我才知覺渴望背影 心痛著理 就是說其實他現在擁有的榮耀 都是老婆很艱苦地 默默地去支持他 照顧他 你也知道照顧那個人也挺辛苦的 其實他就表達了他對老婆的愛意 心痛著理就是那個愛意 然後 相識紀念我忘記了 其實有時沒有女人記得那麼多東西 可能男人是比較冒失的 例如我也是這樣 相識紀念或結婚周年 有時真的忘記了 如果有時一時間忘記的時候 女方有時都會生氣 這句就是這樣 繁忙追趕 而你亦護航 就是擔心我內疚 從不跟我說 就是說其實 我不記得照顧你 其實他呼應到上面那個 關心太太太太太少 虧欠了太太的感覺 但是太太也是不離不棄 這段其實是在說這些東西 他關心太太 忘記了太太的東西 或者相識的東西 或者諸如此類的東西 但是太太也沒有怪責他 所以他很感激太太 這句其實是他的心情表白 然後多麼想你在身邊 沉迷理想 出走極遠 即是說 其實他這句也有少許 說出來是一種誓言的感覺 即是很希望你在我身邊 陪著我走人生中漫長的路 即是一起並肩 眼淚垂著雨水 繼續崩潛 即是說其實快樂的痛苦的 也很想和太太一路走下去 其實是同鞋拍手的意思 這段也一樣 這段副歌就是 就是他編曲的時候 就是一路編上去 就是接近一個他自己的人生巔峰的高潮位 即是一個感情的爆發位 他裏面改了一點點 就是多少辛酸陪伴總有你這裏 其實都是比較淺白這句歌詞 因為他不需要寫隱藏的歌詞 因為很衷心去對太太說 不需要有詩意的直接跟她說 這是代表真誠的意思 都是說給太太聽 很感謝你 陪伴著我 接著到下一段 我才覺得 我才自覺望見 背影討厭自己 其實這一段 整段他都在說 他去追夢 或者追尋他自己其他理想的時候 其實真的關心少了太太 所以他在直至為止這段歌詞 他仍然維持著感激太太 不斷支持他 而他才有這個空間 去追尋他的理想或者夢想 能支持你 這些上了不上一年多 其實三四十歲就有這種經驗了 接著為了披聲與大月遺忘保護你 都是剛才那樣東西 即是虧欠了 為了追尋他的理想 就照顧少了太太 接著無數次說別離 你也在原地 這裏有些心情 他想說 他的太太可能是 他去追尋夢想的時候 每個人追尋夢想的時候 他總會離開他身邊的人 他獨自去承受或者獨自去尋找 但是他的太太仍然都在原地 即是原本 即是國家 在等他回來 你說這種情義去哪裡找呢 所以他這首歌唱的時候 都感動了很多人 如果是夫妻的話 其實都很感動 因為其實不是太多夫妻做得到 你可以看到現在這個社會 患難的好笑 共享富貴就多 是的 接著這段副歌也是一樣 中間改了少許歌詞 即是仍然以日計夜 即是以日計夜 根竭力皮 其實都是 在說 那太太 在譚輝智的人生裏面 包括追尋理想 諸如此類的人生裏面 那太太仍然都付出所有 去關顧她 那種愛意 這個就是一個很中的高潮位 其實這段歌詞 都是重複到上面 我就不詳細解釋 解釋完這一句 就已經OK了 數百萬如徒人 唯獨你事不離不棄 即是說 其實這是比喻詞 就是這個社會上面 我剛才說了 這個社會上面 很多人都做不到你 即是她太太 心愛著她那種 真摯各樣東西 因為這個世界太複雜 所以她太太對她那種真摯 虔誠 愛真愛 也都在這裏 這就是高潮位 她感激過太太 接著 愛才頓各 哭入心痛 是你 即是說 我心悟 這些歌詞 很淺白 因為直接說給太太 不需要複雜 很真摯地說 好 希望結婚的朋友都聽一聽這首歌 譚輝志 我也很欣賞她唱歌的熱誠 我會繼續說她的歌 如果她有自己的歌 也會說 她們是中年好聲音 或者是聲夢 我都會說 只要她有前質 我就會說 好 我們下條片見 多謝大家的支持 我們下條片見 謝謝 拜拜